好 还要来看到是在高雄科公馆使用哺乳室 竟然要先来买票的吗 原来高雄有一名妈妈日前带着小baby去参观恐龙展 也临时借用了哺乳室 只没有想到是被馆防人员告知说 这哺乳室设在一楼大厅 要使用的话呢 会经过科公馆的另外一个展区 所以得要额外再收费 也让这位妈妈很不满了 虽然馆防解释是因为参展动线不良 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过妈妈还是觉得说 为什么使用哺乳室 还必须要再买一次票呢 哺乳室哦 妈要进吗 三个大人加上一个小baby借哺乳室 科公馆志工的反问令人傻眼 先是左右为难 好不容易妥协但一进电梯 志工马上强调这个需要收费的 电梯只打一楼门一开 志工马上催出往右转 还不停碎念借哺乳室 得经过另一个展区 就算不逛 只要像这样通过收票闸门搭电梯 照样要多收一笔过入费 你要这边的票啊 你没有这里的票你是恐龙的票啊 你会在那边等我 我要办法 我要去下面值钱 志工那道检票口就快速闪人 高雄科公馆的恐龙展哺乳室有多难找 得先从B1展区搭电梯上一楼 接着右转穿越馆内展区走出检票门门后 再穿越大厅服务台才能找到哺乳室 沿路完全没指引 但这样走一招竟然还要额外收费 当然不合理啊 本来设计就不良啊 我为了不要这样子透过这样子进去 所以我今天是 其实是推着推车从外面 那个乘上坡道再推下去 为了选下100块的过路费 家长宁愿抱着小孩绕路排队 来看科工馆的哺乳室 大约只有一瓶大 搜三步就碰壁 使用简单的塑胶拉门隔间 地点也很难找 反观百货公司的哺乳室 约四瓶大 给妈妈独立的哺乳空间 沿路告示指引也很清楚 虽然馆方坦承补戏跟恐龙展的 餐馆动线有瑕疵 也强调要是妈妈有需要 一定会免费放行 但志工这样的回答 志工的说法跟馆方政策 似乎各走各的 不然馆方的好意 民众根本感受不到 专闯期间的王佩如 高雄报道